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早晨》 今天录节目日子是2021年8月2日 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早晨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网纹编辑部《正向报》和《沙冷气》 《正向报》和《沙冷气》这两个频道 订阅就未如理想,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和分享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又是我们世界时事多合一的时候 第一节是来源于美国 大家知道现在中美关系依然紧张 美国空军打算做一件事,就是飞弹测试 第二,这两次飞弹测试是想着30分钟 飞弹就会飞到中国了 但是很不幸地,两次都全部失败了 当然了,有些人就吹捧到美国 永远都是什么都成功 其实美国都是有失败的,这些都是正常的 说回,美国空军就进行AGM-183A高音速飞弹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圆形的下跪测试 但是很不幸地,对不起,又失败了 这些测试是在加利福尼亚沿岸的太平洋地区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上进行的 那飞弹安全就从飞机上分离了 但是,不好意思,最后发动机是没有工作到的 一点都没有反应的 结果就是失败了 那美国军方的资料就显示 虽然发动机出现技术问题 但是发射时也是成功获得了珍贵的资料 即是不用担心,我们失败了 但是,我们是有些宝贵经验的,他的意思就是 根据The Drive这本习志就说 AGM-183A高速、音速飞弹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很长的名字,可以在30分钟内飞到中国 20分钟内飞到俄罗斯 我最记得以前有位国际关系学专家,沉教授 哇,这件事令到中国震,结果是未成功的 对不起,是未成功的 沉教授 是的,沉教授去了台湾 还有我们上次也说过沉教授很搞笑的 明明这个立陶宛在中东欧的,我们查过 正正中的资料就是中东欧的国家 他为了欺骗一些黄友,就跟他们说 立陶宛在北欧小国,小国寡民 跟这些冰岛,芬蘭,瑞典挂欧 结果现在就被人笑,笑到面亡 原来国际关系学的教授是不懂国际地理的 说回,今次的飞弹 其实是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洛杰马丁 是研制的 而且他们宣称 这种高超音速飞弹 是会凭自己的技术特点 可以到达每小时15000英里以上 上面有什么呢? 就是装备有受控于作战部队的 喷气发动机 这次不好意思,这个发动机是不动的 这是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 就来自BNO祖国 大家知道了 BNO祖国 一时时 有时跟中国关系有多好 一时就说,哎呀,我要抗衡你 其实 英国佬很搞笑 有什么呢? 就是有空又扮认反对 但有空又扮认友好 这次又玩东西了 英国佬 好,我们之前做过一节目就说 中企 即是来自中国的企业 文泰科技旗下的 安世半导体 7月5日宣布收购 英国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NWF 这件事也迎来了新的进展 英国政府对这笔交易案 开出了新条件 大家知道了,英国佬很喜欢谈判 就算中共脱欧 国外表 何'd漏情況 准备有很久了 上次稍后 說一句話 當時他就說 我們不應該製造一個仇恨中國企業的氣氛 這樣對中國企業不好 對我們英國更加不好 事實上是 是 沒錯 他做了一個仇恨中國的氣氛 那些中資就不來投資了 你不要忘記 英國是脫了歐的 陣痛 不單止陣痛 還要長痛一段時間 所以需要一些中資去投資 英國政府的發言人就透露最新的消息 顯示 目前英國有關部門對於投資案 虎視眈眈 中企就打算通過旗下的荷蘭企業 安勢半導體收購NWF 估計會引來英國當地一些機構的競爭 英國政府也同意這種做法 因為這樣意味著 NWF 的持股比例可以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 即是最高的持股壓 可能不超過百分之 而不是本來想著百分之一百的 完全是持股的 即是本來答應你 現在仍然有人爭嗎? 我們可以多開放一些人 這樣說吧 你之前答應了 Anyway 他們就是這樣 英國人談生意很差勁的 反反覆覆 最後一刻又好像說不行 總之他們肯定要多取得一些好處 亦有行內的人士說 英國甚至會要求更多 NWF 和安世半導體 就是簡單地簽署了部分芯片供貨協議 未達成實質的賣賣 所以從英偉達收購 對 再到SK海力士收購英特爾的業務 我們看到全球普遍缺少晶片的浪潮之下 任何一張晶片的收購都面臨質疑 還有我們說回這間公司 其實每年都是虧錢的 中國就是這樣慘了 有人來嗎? 壽田沒有人耕的耕開有人爭 而且亦都幫別人提起了價 這個好笑 這是好事 對於這間公司不是好說嗎? 英國佬就開心了 壽田撿到了 之前就說 不要賣給中資 我們的技術會都給中國了 其實就不會的 是救了你一間快要倒閉的公司 事實上 沒錯 說回來 其實7月22日已經有消息說 英國當地掌管科研經費投資和研究的部門 已經切斷了對NWF的經費投入 目前NWF公司上 還持有超過12個英國本土的合作訂單 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英國政府旗下的 NWF公司上所述 還有一份價值540萬磅的非民用訂單 按照計劃 NWF還會和英國威爾斯的卡迪夫大學 聯手推進一個雷達系統的芯片研發 這個芯片其實是供給航天一些設備的 其實挺重要的 不過540萬磅也不是很多 說真的 所以這個也意味著 有些英國政客就會去炒作 實際是這樣說 哎呀你買給中資啊 你帶什麼惡的啊 是不是 到時候偷了這些技術的了 真是傻的 不過這家的技術不是很高的 就是了 所以英國政客就說 哎呀 會不會和中資合作之後 你將那些秘密和盤托出 當然不會了 是啊 而且現在英國的媒體就開始吹風了 哎呀 你的中資企業啊 買這個NWF才6300萬磅 太便宜了 因為呢 哇 任何一家芯片工廠的建設成本 都起碼10億磅 加點價吧 其實是為了講價而已 頂你 我相信是的 我可以認為是的 而且 這家NWF的工藝技術 主要是生產8英寸的晶圓 不是先進東西來的 是中低端的 老闆 所以呢 你說10億磅呢 真是高得離譜 6300萬磅 那你自己想吧 說真的 如果 但是你這樣就沒有誠信了 你本來說沒有問題 是吧 那現在 那當然了 你當然是說 我開了綠燈而已 但是我沒有完全審查過 現在審查過 哎呀我又要引進一些投資者 就是跳草群舞這些 是啊 很壞的 想一想到 那除了 這間叫做中資企業收購 這個英國最大的芯片廠生變之外 另外一件事呢 英國佬又是耍花 有什麼 就是中英的核電廠項目呢 也都有一些危機 根據《金融時報》所說 英國政府又考慮 終止中國港核集團 在未來參與核能的項目 包括呢 就好支200億英鎊的 塞茨維爾核電站的建設項目 隨著英國政府對中港核的態度發生180度的變化 由中港核提議的核電站建設計劃也會受到影響 這項計劃正在處於英國監管部門的審批階段 但是金融時報警說這項計劃應該無法如期進行下去 其實他也是學了澳洲 談了一些事情 又自己想倒閉 挺無恥的 那是什麼原因呢? 相信體力也是 政治原因 不用說了 其實中國駐英市管的發現人也就這個中英核電合作問題答了記者的問題 他就說有關英國政府正在考慮將中港核剔除出英國未來核電項目的報道 是否完整和準確地反映英國政府的立場呢? 目前是上代證實的 因為都是《金融時報》所說的 他當然是說是引述政府內部的人士 不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出於政治目的 或者第三方阻撓限制中國企業正常進入英國市場的做法 其實生意這些事情 你讓我進來我也讓你進來 說句老實話 互惠互利的 我真的很不明白 英國也投資不少 在中國 那麼中國可不可以又好像你這樣呢? 突然之間把你的資料拔走呢? 是的 那麼大使館的發言人繼續說 就說中國企業擁有世界一流的核電技術和雄厚的投資實力 中英企業在核能的領域開展合作是互惠互利 沒錯 其實大家做生意都是那一句 除了是殖民地年代 那你在殖民地裡強迫你的殖民地賣東西給你做生意 可能現在可能有心態上接受不來 以前我們中國是殖民地的 現在中國技術輸入輸出回到我們英國 沒有臉啊 頂你 沒有臉啊 不過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這個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就衍生出所謂的安全問題 是的 這些所謂的自由世界其實都是不講合約精神的 浪費了 那麼中國大使館的發言人繼續說 如果有關合作項目被迫中斷的話 將不利於英方獲得先進的核電技術和項目所需的投資 也都不利於英方發展清潔能源 如其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更不利於英方證明自己是眾信承諾的國際夥伴 沒錯 喂 做生意你這樣 我已經準備好全部準備好 阿哥 你一句話就是把人家拔掉 那以後哪有人來啊? 對嗎? 對 沒錯 還有發言人聲稱 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出於政治目的 或者因為第三方阻撓限制中國企業正常進入英國市場 中英的經貿合作潛力巨大 符合雙方利益 希望英方為中國在英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平台 其實他剛才說第三方阻撓會不會是美國佬 拜登應該也是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都不知道為什麽有時候 根本是傻的 是的 大家有錢大家一起找一齊發展 就是對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是吧? 好了 這是第二條新聞 第三條新聞就是來自亞洲的 亞洲的疫情 尤其是東南亞 真是不是那麽好 好了 泰國近日也破了新高 接近1.9萬重申管 打破紀律 還有當日也有178人過身 也打破了單日過身的人數 衛生部門就說 Telta變種佔全國病例的60% 曼谷就是80% 昨晚我無意中就看到一條視頻 就是來自那個鄭胡的 那個胡蜜聰 大家知道他就是泰國達人 他也是在泰國住的 其實他說到那些苦房 他自己也爆哭 當然他自己已經沒有了生意了 但是他說泰國 三次 那些人 這個是真的 他在街頭看到 他說那些人突然之間在街上 躺在那裡 病了沒有人 而且他懷疑中了新冠 在街頭 而且醫療體系是崩潰 你想想在街上躺了一陣子 又是會令到很多人中的 而且這樣 那些人 這樣躺在街上 你又不知道有什麼事 很可能因為這樣而失救 失救就去了 而且很多人沒有東西吃 他說在街上躺 越來越多老宿者很慘很慘 西梅也有報 就說曼谷附近一間醫院 因為太多人走了 臉防不勝負荷 要立刻添加一些雪藏櫃存放 這些先人的遺體 最上一次需要相同措施的時候 居然是2004年的南亞海嘯的時候 醫院就說有兩成走了的人 看到他們是確診了的 因為他們直接走了 最慘的是 有些人在街上直接拿回來 在街上放了一陣子 其實會不會令到更加糟糕 會不會糟糕啊 曼谷 曼谷真的很大聲聽起來 都眼濕濕有點心酸 即是 真的慘 即是要睡在街上等 現在情況真的不容樂觀 醫院是難以負荷 馬來西亞也是很嚴重 也都是單日最少1.8萬個個案 都是創了新紀錄的 我們之前說過 有一節和大馬祥一起做的 就是 有些人還在吉隆坡街頭 反政府 又說他抗疫不力 但是你自己走出來 會不會令到疫情更加糟糕啊 老闆 不是那麼好 那 除了馬來西亞 還有就是 越南 越南也都宣佈延長 胡志明市 和南部多個城市省份的 限制措施 兩個星期 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應對近日的大爆發 越南在全球爆發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很成功地控制在低水平 但是近日也不斷升溫 其實5月份首次破100人 6月份還破千人 最新的數據顯示 它單日 本來一百人都是幾十人 現在是8600人 真厲害 政府要求全國地方政府要嚴格防控 設法令到民眾盡量留在固定的地方 目標就是在胡志明市 周邊建立安全帶 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 但是又預計需要數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控制到 我想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你看到現在這樣 還有因為東南亞有很多供應鏈 因為搬了很多廠 一些中低端的產業搬到東南亞 所以全世界的中低端產品 其實都是貴了很多 不是說笑的 好了 那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